今天是一段比较特别小小的片 带大家去神运数下西环阿伯 由西环经龙虎山行上太平山山顶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我明明是说带大家去行山 为什么这个画面是地铁站来的 假认要上龙虎山最快捷的方法是穿过香港大学 而要去香港大学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是乘地铁来到香港大学站 来到之后要走去A2出口 A2出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要坐升级 这些升级如果是平日的早上 是会有很多CONU同学排队上学 所以大家就要尽量避免在这段时间来 坐完升级出来之后一直向前走 来到黄黑竞留之后 沿左手边继续走之后转左 直走到底再靠右手边走会来到一个小广场 在广场其中一条柱上面会见到一个蓝色 写着去龙虎山的指示牌 跟着增左的方向转右 沿着这个赤台走上去 上到顶大家会来到一条马路 马路对面有一条楼梯 这条楼梯是CONU的研究生堂 走上这条楼梯 再继续完研究生堂旁边的楼梯走上去 来到楼梯顶又来到一条马路 马路对面继续都是一条楼梯仔 走上这条楼梯之后转左 会见到一条很长的楼梯继续走上去 走到一半 在左手边已经开始见到少少维港的景色了 不过正所谓欲穷千里木更上一层楼 所以上去的景色会更加美 所以我们继续向上走 来到楼梯顶又是一条马路 对面又是一条楼梯 走上这条楼梯然后右转 来到这条马路之后 今次大家就不用过对面马路了 而是沿这条路向前走 喜欢的话甚至可以走在马路上面 因为我们即将要进入郊野公园的范围 下来 向前走多一点过了转弯位之后 在左手边会见到一个写着神运镜2800米的牌 这条神运镜的路线 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条路线大致重复 沿途每隔100米就有一个这种指示牌 大家就可以用它来做参考了 一路向前走来到这个梁亭的位置 在它对面是一个公厨 最好在这里放一放水 加上跟着下来有整四个字的路程 沿途都是没有厕所的 凉亭的斜对面是一栋废气建树 不过这间屋是被一个上锁的铁杂封住了 正常大家是进不去的 所以向前走多一点点 在左手边档套墙的旁边 大家会见到这一块石 在石头的另一面 写着City Boundary 1903 这一块就是传说中的维多利亚城街石 是在殖民地时期的初期 英国佬用来表示城市界限的石头来的 再继续向前走的树会越来越疏 大家会见到越来越多的维港海景 不过都是那一句了 暂时都未到最美的 所以我们再继续向前走 来到第一个分叉路口 会见到龙虎山郊野公园的牌 我们选择左手边的这一条路继续向前走 现在的维港是我们的左手边 景色比起我们刚才见到的座还更开阔 不过视角仍然都未够高 所以我们继续向前走 来到快到第二个路口之前 我们会见到这一条楼梯 楼梯旁边有一个牌 写着重林费堡历史径 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里走上去 上面是一块大草地 草地后面是一些 伊坚时期的军事建筑 另外还有这些自示牌 指引大家去看附近的 一些军事历史遗迹 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顺便走上去 没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到沿路 来到第二个路口 继续我们都是选择左边的一条路走上去 接着下来的这一段路就没那么开阳 开始看不到维港的海景了 虽然是这样如果天气好的话 在淋淋下面看着阳光透下来 走这一段路都挺舒服的 当你发现维港是回来的右手边之后 就代表这次旅程最辛苦的那一段路就来结束了 继续向前走多3-5分钟 在右手边大家会再次见到一个 龙虎山郊野公园的牌 前一点是一个公历 有需要可以在这里放个水 因为接着下来是要到终点 才会有另一个厕所的 而再向上走多一点 大家会见到一个儿童游乐场 这个叫做高西郊游区的地方 是我们今次旅程的最高点来的 接着下来的路程全部都是平路 就会轻松过刚才的路段很多的了 不过这里同样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叉路口 大家沿着左手边向前走 会发现这个路牌上面 有两个牌都是写着去山顶纜车站 右手边的路程会比较短点 不过风景就没那么漂亮 左手边的路就长很多 不过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维港海景 所以这次我就选了左手边那一条路了 这一条路叫做路吉道 其实是一达很多有钱人住的地方 所以在路的左右两边 会见到很多有钱人的独立大屋 也是由于有人在这里住的关系 所以这一段路是会有车走的 在这里走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 而在这一段路的一开始 大家会见到西环那一边的流景 随着越来越近我们的目的地 凌宵角 就可以见到上环 中环 甚至是湾仔那一带的流景 景色也会越来越壮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甚至会看到越来越多旅客在这里拍照 这条路鸡道其实也是一条非常有历史的道路 所以在路上你也会看到这些很有历史的石造长灯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终点灵萧角 就代表我们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大约五分钟的路程 穿过这一段比较多数的路段之后 就来到我们的终点站灵萧角了 回程当时大家如果想快点下山的话 就可以选择行太平山餐厅旁边的这条路 这条路其实就是刚才提及过的神稳径的一部分 所以在路口这一道大家又会再次见到神稳径的这个牌 这一段路其实是去回刚才提及过的高西交流区那一道 路程会比行路鸡道快15分钟左右 但缺点就是没什么景体了 这一边其实是望向香港仔的一边 不过由于旁边的树山得比较某性 所以就真的没什么美景可以看 不过就可以欣赏到这一条 长年都是没什么水的路鸡飞博 而当大家来到这个这么西式的梁亭之后 就代表我们回到高西交流区了 向前走来到第一个路口之后转左 来到黑顿道这个路口转右 就可以完回我们刚才上山的一条路下山了 那为什么无端端要和大家介绍行山呢 今天早前留意到一个叫做David大卫的channel 除了会推介一些香港的交流路线之外 还会推介很多香港的好去处 而且影片质量真心不差 所以在这里想诚意推介这一条channel给大家 如果大家对这一方面都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他那一条channel 支持一下香港本地的youtuber 好了 今天就来到这里 明天我们再见 拜拜